家里的网线断了 没有专运的接头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网线对接起来 方法很简单 我们只用这个方法就能把这个网线对接上 而且网速和原来的日模式样 不受任何的影响 现在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网线对接的方法 我也是找了好几位电工师傅 才学到的对接方法 那网线对接很多人都是从来不外传的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如果网线断了 我们把这个网线从断的这个部位剪断 然后把所有的线都拨出来它的裸露的部分 我们找到对应的颜色就可以了 绿色对绿色 红色对红色 蓝色对蓝色 我们分别这样对接就可以了 对接的时候呢 如果这样对接上 那家里的网速呢会受到影响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网线 它就相当于齐破线 外面呢 做了层漆 那这个漆呢 有的它会绝缘 导致我们家里的网线连接上了 网速不太好 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就用一个打火机 对之前呢 要把这个网线呢 烤一下 把上面的这些漆呢 都烧焦 都融化 然后再来对接 这个时候呢 说就了 网线 裸露出来了 这才是它 最终的样子 然后 我们来对接 那另一段呢 也是同样的方法 我们与大火机呢 把它抠一下 把上面的绝缘器呢 给它融化了 烧焦了 现在 现在大家开始 我们现在啊 就可以正常的来对接了 这样对接上之后呢 它的网速 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我们等到它冷却之后 把它缠绕在一起 现在 把断绕的两个线呢 拆绕到一起 这样 它们的接触呢 更好 而且 它们表面之间呢 不受任何绝缘的影响 然后 我们用胶带 把它呢 这样啊 来 做一下绝缘处理 粘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分别 把这些网线 都 对接 对接 对接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 自得 用大火机 给它 抠一下 这样呢 它们接触的更好 网速 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把上面的 这层 漆 给它烧焦 烧融化 因为 上面有漆 它会受到 绝缘的影响 现在 我们烧下之后呢 它 立马 就 变色了 然后 我们再来 把 所有的线呢 都 用这样的方法 对接上 那 这样啊 我们都 对接反处了 然后 我们把这个呢 左面的 拉到左面 右边的呢 拉到右边 到这个 OK 这样就可以了 再用 交代呢 给它 从这个不变 拆日圈 好了 这就是啊 对接出来的 最终样子 我保证啊 这样对接上 网速 不比啊 日前的差 但是呢 我们对接的时候 一定要 此前 用大货子 把这个 烧一下 烤一下 这样呢 它的网速 更好 大家对着这个啊 还有没有什么 不同的看法 可在 评论就留言 我们日次来 交流学试 喜欢的朋友们 点个关注